為憲法23條即保障國家安全 去禁止各樣會影響國家安全行為 這是我們憲制上的責任 但這件事曾經在社會上引起很多爭議 所以作為行政長官 我都要審時度勢 權行輕重 我有責任就是為推動在香港立法 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但今天來說 這個有利的環境未出現 過去大概十個月 這一屆政府各方面的工作 都是取得一定的成效 社會上亦都感覺上是比較平和了 這種狀態是得來不移的 我自己覺得應該利用這種狀態 找緊我們的經濟機遇 無論是一帶一路或者越港澳大灣區 所以暫時就著基本法23條的立法工作 並沒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 並沒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 還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 我們都可以發展 我們可以做這個時間表